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年课我们通过 F语句的形式 对我们这个注册页面进行了一个简单的验证 那接着再来看 在我们的F语句中 还剩下最后一种形式 在我们的条件语句中 还剩下一个什么呢 Switchcase语句 其实这个Switchcase和我们的F语句中 有一项比较相似 就是当有多个条件的时候 它们两个其实是可以 等价的 但是它们两个也有区别 那首先呢来看一下 我们Switchcase语句的一个形式 来一个简单的案例 Switch 向一页失误 Switchcase语句的形式呢 我们需要来搞清楚它的执行流程 Switch 表达是 Case中的值 值一 接着写成一个代码段 可以有break 也可以没有 接着Case值二 这就相当于我们 Felse中的条件 break 以此类推 点来点 接着还可以再加上一个default 代码段 break掉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当我们程序碰到Switchcase的时候 首先取出 Switch中的表达式的一个值 和Case中的值去比对 那比较的时候呢 是值比较值是否相同 那如果值相同的话 会执行到其中的一个代码段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如果碰到break的话 那整个Switchcase就已经结束 它代表跳出Switchcase 那以此类推 当所有的值都没有匹配到的时候 这时候会执行到default中的代码段 这样的一个形式 同样的 如果没有碰到break呢 那程序会无条件的向下执行 什么意思呢 来举个简单的例子 写成一个Switch 到了Z Case1 1 I扣一个A 接着Case2 I扣一个B 那第一次你发现 我都没有写上break I扣一个C Case4 来4下就可以 I扣一个D 也没有写default 它们两个不是必须的 那接着我们写成一个$Z等于2 程序碰到Switchcase 首先取出这个表达式的值 那现在是不是2了 2接着和Case中的值去比对 等于1吗 不等于 那现在是不是发现等于2了 等于2首先会输出一个B 接着B之后呢 我们再加一个换行 没有发现break 也就没有结束我们的Switchcase 那现在呢 它会无条件的向下去执行 每一个Case中的代码段 直到执行碰到第一个break 或者是执行到我们Switchcase的末尾 就结束了 这是Switchcase执行的一个流程 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来运行一下 第15个 那会出现BCD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 如果在这儿我们加上了什么呢 加上了break 碰到break就结束了 每一个我们都加上一个break 执行完代码段之后 碰到break 那整个Switchcase就结束 那这时候应该出现一个什么呀 对 出现一个B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再来看 同样是这个例子 或者我们再改一个 加上一个default 加上一个 i call一个 this is 以上Case都没有匹配到的时候 匹配到 执行的代码段 它就相当于我们if else if中 所有条件都没有匹配到 执行else中的代码段是一样的 break 好 改成一个21 那现在你发现 Case中的值 没有和它比对的 那这时候会出现一个default 我们来一个heider 应该出现以上Case都没有匹配到的时候 执行的代码段 这是这一项 那default呢 不一定都要加到最后 我们可以再来写一个案例 有的时候呢 你可能在match题中 会遇到这种形式 把它稍微复制一下 差不多 接着break 我们都去掉 包括这个default 我们也拿过来 然后放到这 也没有break 那接着你 当你写上一个21的时候 你注意 现在是不是Case 都没有匹配到 对 那会走我们的default 走完default 输出这样一个话之后 没有碰到break 那程序依次向下执行 那会出现C和D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否会出现 都没有匹配到 接着出现一个C和D 这样的一个效果 还需要注意 还需要注意 在SwitchCase中 我们比对的只能是固定的值 那不像我们在if的条件中 我们可以写一个范围 假如写一个3大约2 那在SwitchCase中呢 只能取出表达式的值 和Case中的值 去比较 只能比较固定的值 那接着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 写成一个$ACT 等于一个叫登录 或者login 那通过Switch $ACT Case一下 如果碰到登录 可以在这 echo完成登录的功能 break掉 可以写到一行 假如说再case一个 reig echo一个 完成注册的功能 这样的一个效果 break掉 在case一个 insert 插入 echo完成插入的功能 break掉 再往下一般我们break都会加上 再来一个default 写成一个非法操作 这样的效果 break掉 那现在应该出现什么呀 完成登录的功能 完成登录的功能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再往下 注意 在一个case中 不要写两个相同的值 那第二个值 永远的不会被执行到 永远的不会被执行到 dolls i 写成一个case 处 echo一个 e break 在case一个 e echo一个 r break 那现在你发现 如果dolls i等于1的时候 它会取出 dolls i的值 和case中的值 去比较 那1等于等于处 为真 那这时候会出现 一行一 而执行不到 这一行二的时候 那你可以来看一下 会出现一行一 而出现不了case 出现不了一行二的时候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再往下 还可以怎么写呢 还支持这种缩写的写法 假如说匹配到的case 完成的代码多少都相同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 这种缩写的形式 swage一下 dolls i case一个1 case一个2 case一个3 让它俩完成相同的工作 就显了一个echo this is a test 接着再case一个 叫做login 再case一个reg 再case一个test echo一个hello world 这样的形式 你发现 可以在这可以无限的加这个case 当匹配到任何一个case的时候 都会执行这样一个相同的代码段 来看一下 软心 会出现 this is a test 这样的一个形式 好 再往下 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 就是swage case的一个签套 可以这么来写 swage dolls i case一个1 可以先echo一个aa 一个br 那接着再往下 如果还碰到了swage case dolls g case一个a case一个a echo this is a break 同样的再往下写 case一个b echo this is b 支持这种签套的形式 就相当于我们if签套差不多 简单来写 在case一个r echo一个bb br break掉就可以 那现在如果dolls i 等于1 dolls g 等于一个b 这时候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来看一下 刷新 你看到 aa this is b 接着三个b 这样的效果 什么意思呢 首先来看 出现一个 dolls i 等于1 匹配到这个case了 会出现一个a 三个a之后 又取出dolls g的值来比较 那出现类似as b 对完之后 你写上一个break 代表结束当前的switch case 但是呢 你再往下 你碰到break了吗 没有 那接着呢 程序会无条件的往下执行 所以说你看到了三个b 这样的形式 当你想跳出两层switch case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可以通过 跟上一个数字 在break之后 跟上一个数字 默认识跳出一层 我们的switch case 这样的语句结构 当你说我想跳出两层 break 2 break 2 这样的形式 当加上一个break 2之后 你再来看 就看不到这三个b了 看不到这三个b 刷新 你只会看到三个a less is b 接着写成一个break 2 结束两层switch case 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这一点 大家也需要注意 但是呢一般我们很少 嵌套这种switch case 对吧 一般我们想嵌套的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if else if 或者if else 一句的形式来进行嵌套 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 好 那这节课呢 简单的带着大家 使用了一下我们的switch case 这样一句结构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通过switch case 再来完成一下 我们的这个计算器 包括之前我们做完的这种 日期时间的一个格式 通过switch case 重新的来写一下 来测试一下就可以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视频